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又來到星期三,波瑪迪的賽事 這次賽事一樣是跑9場,6時45分開跑 而這次初用的跑道就是斯嘉山跑道 經歷了星期日的大賽日,可能一些馬未必有這麼好看頭 但都是正常地跑的 有一場叫警察杯,跑第七場,三班千二米 另外選多兩場都是跑四班千二米,分別就是第二場 第五場的 第二場四班千二米,7時15分開跑 一號善傳香港,135磅十檔,報民劇,民家來馬火 這隻馬隔了一個月左右,跳了五課,還有課拍跳 這隻馬,報民幫他跑過,曾經都上過名的 上次換了周進來內跑,上次好像報民不舒服 好像跑不到的,如果沒有記錯 變了周進來內跑,回來的第四都叫做恰可 但因為這隻馬的跑法有時都很需要檔位的幫助 如果有個抽好一點的檔位,順利貼欄放到前面會好一點 但你抽外檔,變相買你,用多點力,個人東西 我會覺得這器人蝕低一點,但這馬的狀態沒有問題 唯獨這十檔會擔心一點 這次正氣清鞋,174磅二檔,海濟耀,其實高得來馬貨 這馬交三個禮拜,跳了三貨 今季在四班已經贏過馬,前一仗就跑得差 上場又跑回他應該有的水準 但想不到最後,無緣無故殺個錢多多出來,扔低了他 所以變相那一場,他只有第二 繼續找海濟耀跑,今次的檔位再好一點,插完二檔 正氣清鞋真是三歲仔,越跑越進步,狀態都相當之好 四班正路都留不住了,如無意外贏不來,這場就升三班 三號人和家勝,131磅一檔,潘頓騎三角城馬房 這馬交到一個月島,跳了四貨,一貨拍跳 可以留意一下這隻馬,跑內檔會好 今季跑下來,抽了兩次菊草千二米的三檔 他分別是兩次都能夠入到Q 抽其他檔位最厲害的那次,抽完一檔 最厲害都是跑第四隻,只要用張力減磅 所以變相可以想知道這隻馬都頗需要形勢去幫助 今次找潘頓下去跑都不要緊,還要抽一檔 這個路程始終是最佳的路程 今次抽一檔,我相信這隻人和家勝應該會跑得折禁 四號閃電列馬,131磅12檔,巴道騎業初五馬房 這馬交回個人禮拜,今次沒有快跳功夫的,全部都是墮步 上次又輸近一點,但成績都是在田草的 第一次過來菊草跑千二米 這隻閃電馬,看上去狀態其實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要抽十二檔,當然啦,騎士剛剛禮拜日就迎完場打比了 看下沒有運氣的幫助,幫一下這隻四號閃電電馬 十二檔都能夠順順利利拍得到 我奮鬥傳奇,因為十七磅八檔,希威心騎蘇維瑪房 這馬交回三角,跳了四貨,上場谷草初出 回到第九,有肯跑一下,但追細就沒有 因為他本身都在後面位置 最近的操練看上去都是一般 始終三歲馬,是要給點時間 暫時這麼短時間,要有這麼大幅的進步是難一點 還有要給點時間適應一下 這任務奮鬥傳奇,我覺得可以看看他的走勢 先看吧 六美麗攻略一幣十七磅五檔,蔡榮少奇,紐虎初馬房 這馬交回三個禮拜,跳了五貨,一貨拍跳一貨彈雜 這個路程曾經上過名,也是上年年尾的事 當時找報民跟他跑,抽到一個不錯的檔位 回來輸給純金酒杯,雅典沒事 這兩隻之後再出,都繼續上去 但奈何這隻馬的進度就徘徊在那裡 之後再跑都沒什麼表現走勢 這次的檔位叫做五檔幫忙 因為最近兩次都抽大檔,還跑到沙田跑 回來菊草,抽了一個好檔,看看沒有機會跑得更好 七號羽龍喜武,一百十七磅三檔 陽明倫騎,大飛斯馬房 這馬加三貨,跳了三貨,兩貨拍跳 雖然最後都用拍跳迫一下這隻馬 但始終三歲仔,又這麼新,拍一次而已 所以我覺得還是給他一點時間去適應一下 進度來得比較慢一點 再加上這隻馬,都比較小隻,一千磅不到 再加上上次第一次跑,是包尾回來的 輸十幾個馬位 可想這隻七號羽龍喜武,還是要多些時間 八號飛天劍,126磅六檔,霍雲星騎,丁哥龍馬房 這馬加上三貨,跳了兩貨,一貨拍跳 熱了三場生,為何說熱了三場生呢? 因為都是叫做上年年尾才復出的 因為都隔得頗為耐,只沒有跑 做了兩場沙田,跑了兩下,一般的 上場回來菊草,雖然抽了一個大檔 但最後都肯追幾步,回來第五 第五的確是比前面差一點 但在他之後的童物力量,之後那場也跑得好 看來一隻馬的狀態,健康,立入正軌之後 有個不錯的當馬,這隻八號飛天劍應該都可以跑得好一點 因為始終這個路程其實都曾經兩度上名 一條Q,一個位置 五歲的八號飛天劍,今次有六檔幫幫手 看看會不會再可以跑得接近一點 9號,勒得駕駛,125磅四檔 張日麗騎五盤戰馬貨 這馬隔一個月左右 試了貨集,跳了六貨 一貨拍跳,兩貨彈集 這匹馬落地跑了兩局 一半半 張日麗現在已經不是減10磅了 變了減7磅了 看看這7磅可以幫到多少 最近又試雜又拍跳的 而且他隻馬的狀態上 真的被他逼到少少出來 但還是那句,這三歲仔 不需要太過心急 抽著四檔 看看會不會跑好一點點 售後美麗一嬌,120磅七檔 韓明年騎,賽漢馬房 這日麥加三個月擺 試了貨集,跳了兩貨 但賽前貨集就一般 而且狀態來說 跑了幾次都一般 看來這隻三歲仔 都需要比較多時間學習一下 看來美麗一嬌 都需要比較多時間 賽漢想急,都急不了 11號樂家福 119磅11檔 田炭騎,偉大馬房 這日麥加三個月擺 跳了三貨 還有課拍跳 五班贏完 上來四班 接連跑得好 接連跑得近 一次第四 剛剛上場還上了名 但今次不同的地方 就是有個再差一點的檔位 上次都不是特別好 但今次更差 但起碼證明到自己的實力 四班揹著手 現在這一刻是夠跑的 抽個11檔都不是很緊要的 因為它的跑法都比較 擺前主動 看這個11檔 早段賣籃放 還是要走二碟跟人跑 其實我覺得 這世好樂家福 近期狀態 就算這兩個跑法 都應該有接近的表現 12號心想事成 117磅9檔 蘇兆輝奇高牌生馬房 這日馬格超過兩個月 試一課集 跳了九貨 兩貨拍跳 其實計算它之前 在谷草1000米 都上個名字 但你說谷草1200米 它就沒有跑過 谷草應付得到先 但現在要幫它增情 當我小小快下去 輕綁看看有沒有幫助 檔位的確不太好 純粹看看這隻心想事成 增情和對象有幫助 因為始終是年輕 還有一隻馬都頗大隻 1200多磅 看看 轉彎 看它 上次谷草 之前谷草1000米 沒問題 看看這次狗檔 會把哪個位置發揮 四班千葉拆兩組 這一組 先跑 其實都頗弱一下 還有一些對手 趙正路2號 正氣升區 就應該熱到透那隻 因為起碼是 他贏過馬 也都最近 剛剛連回上名 善傳香港 理論上 其實跟他 如果計算數 就比不少他來 但近跡狀態 其實都跟他不相伯仲 但內閣這個實檔 你真是難搞 因為內側 也都有不少擺前的馬跑 變相 你沒有得 好像之前那樣 省得到 走二疊 甚至乎有機會走三疊 的情況 又會怎樣呢 正氣升區 不一樣 好跑很多 抽著二疊 縮在裡面 就可以了 所以變相 正氣升區 會先走 再來選 八號飛天劍 都是取決於檔位 還有我覺得 這隻馬上場 真的看下去 應該是 開始回來了 而且看到 神速的角度 都覺得 馬狀態都好 好緊 可以再好些 當然不是最好 但我覺得這隻八號飛天劍 四班曲草千葉 始終是有能力的 希望陪伴侶 不要那麼熱 拖完這隻 另外再數下去 就會 要三個人和加勝 很明顯 抽到他一檔 本身都已經找潘頓來跟你跑 再加上有一個 按開的檔位 希望不要留太後 等前少少跑的話 會不會有機會贏得回 其實他都比較久沒有贏 看三個人和加勝 今次能否把握到黃金機會 另外最後 就會要11號羅加福 其實他應該放在前一點 以他的狀態各樣東西 但內行抽獲檔位 真的比較差 抽到他11檔 看看他怎樣跑 幸好是自己放下可以 跟人跑都可以 看看到時這個11檔 到時這個11檔 填頭能否取決於 再去放 還是純粹走二疊三位 放在前面走 但我覺得這隻手號羅加福 我們千萬不要因為這個檔位 看少了他 看看這個檔位 是否真的可以換到賠率 所以我今場的推介 就會是2號、8號、3號和11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下訂閱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甚麼想和我們交流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 多謝大家